那是他們倆的是直球對決 我看法是覺得蔡英文放一顆是 搬球 打壞球 壞球 如果放這顆 是爆頭 也是壞球的一種 比搬球更加壞 觸身球 感覺好像打到蔡英文身上 保守是心目的 球不會出來了 回不來了 這個籌算很早 我們記得是知道 做氣空看他 民進黨怎麼可能給你 條件這樣 你看他從開始發籌算 十八那定期到今天 有倒一個公金靈媛站在他的旁邊 籌算就是兩軍對壘就是說 我要說我要怎麼贏 所以一定要有一個出來說 蔡英文總統你看 你執政兩年 我要三年 海蘭民進黨的民調一直落 你執政海蘭民進黨失去民心 你執政海蘭都沒辦法 直到基層的民黨 所以應該要換人 沒有那個現任優先 全台灣沒有一個出來說的 參加兩千塊本籃也不敢說 他說我靈科輸掉初選就沒懷疑 上海蔡英文總統 這句話說得很漂亮 好聽還沒挑戰 結果你登記了上海 結果登記就怎樣 在那裡 冠冠假收金 我十八來登記 你幾個就出車 你看到幾個 那車早就印象在那裡在等 他早就吃千飯在等出英文 你聽到嗎 我是說我就沒有人在天氣 應該是像我愛天氣 我實在是 可是看起來你的雞排飛了 但是他就 他就拔過 我就說沒有這個儲算 沒關係啦 不管結果如何 如果一家當我愛錢 我就會去錢 我現在本來沒在想